示範一下怎麼寫剛剛那個東西 那我切一下畫面 好剛剛很多同學呢 碰到的問題是 一開始呢他把這個東西呢 直接修改 那我為了要重新使用 所以我不直接修改 那這邊改成Circle 或者是不管什麼名字C也好 那在這裡的時候很多同學就把這兩個留著了 把這兩個留著就會邏輯有問題 兩個人東西明明不一樣 一個是有寬有高 另外一個應該是有半徑 然後有個常數叫3點 叫π 那個π應該是3.14159之類的 那所以這時候如果你不把它改掉 那有些同學就直接做了那不是很好 因為這樣就會產生我們剛剛講的 明明是包子你叫它饅頭 這樣的問題 所以不好 所以建議各位一個程式一個物件 你應該重新定義起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很多人呢 會把π也寫成一個欄位 但是這樣子做呢 其實並不是很好 就是說把π寫成一個欄位的時候 那你應該是定義一個常數欄位比較好 那如果不是定義一個常數欄位 這個π也可以直接用3.14 直接寫在程式裡面就好 但這樣是不彈性的啦 但是我現在先告訴各位 好 好 const 3.14 那這是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const就變成常數了 那你如果不宣告const 其實也無所謂 只是浪費一個欄位的空間而已 所以其實是ok的 那我是建議直接寫3.14 暫時啦 之後我們會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寫 所以乾脆這個牌不要了 那這裡呢 既然你名字那邊已經改成circle 這邊應該也要改成circle 那問題是它不應該是有兩個參數 因為現在這樣的話應該只有一個參數 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我這裡也叫r這裡也叫r 不好 不好我的習慣是參數的部分 如果真的有衝到我叫個p 代表是perimeter是參數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設定說r等於pr ok 那各位有些人會有困擾 我這裡如果兩個都叫r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 另外一個辦法是 我這樣寫list.r等於r 但這樣會讓各位覺得更困難 因為list.r是指這個物件 list現在指的是這個物件 它裡面的r欄位 所以是這個 這個等於參數的r 那我就這樣寫了 因為各位順便學一個語法 那面積的時候呢 我這邊就寫return3.14乘以r乘以r ok這是圓的面積公式 那這裡呢 有很多人把wish和height的兩個欄位都留著 其實不必要 那r等於r 請注意這裡一定要加 那area等於這樣就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建出一個 circle c1等於new circle然後1.0好了 好這樣子我們來執行看看 好那我們執行的結果 如果半徑是1 那面積是3.14 這是沒錯的 那這裡有幾個常見的錯誤 我們稍微把它講完再下課 一個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個建構函數到底是什麼意義 那有剛剛有好幾個同學問同樣這個問題 建構函數的意義是 你看哦 當我在這裡呼叫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c1還沒有被建立出來 所以當我呼叫的時候 我到底是呼叫什麼東西 其實它是呼叫 這一個樣板 呼叫這個樣板 然後呢 建立一個跟這個樣 從這個樣板裡面建立出一個物件 那於是這個新的 新的建立的這個物件 它會有一個欄位叫r 那你當它建立出來之後 它會直接在呼叫這個建構函數的函數 於是它會把這個r設定成 你傳進來的那個參數 那以剛剛的例子 我傳進來的參數是1.0 所以流程其實是 這個1.0呢 會被傳進到這個r裡面 這個r呢 又被篩給它的欄位的r 欄位的r呢 就是這個r ok 那所以這個才會取得值 那如果你 如果你沒有經過建構函數 沒有傳這個東西進去的話 那就不會取得 就不會設定這個參數的值 那這些值的初始值應該會是0 如果你沒有這樣設會是0 但是現在因為你這樣設了 所以它變成1 那再呼叫一個物件 再建立一個物件 c2 那這時候就2.0好了 那這邊c2.print 這時候的結果你會看到像這個樣子 r等於2 area等於12.56 ok 那所以請注意幾點 第一個建構函數到底是什麼意義 它是建立一個新的物件 然後在這個物件裡面 把這些欄位你可以做某種操作 那第二個是一般函數呢 就是呼叫那個物件 利用它的欄位來做某些運算 那其他的大概就沒什麼了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程式我待會還會再貼上去 好 那我們下課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